假的闷哪 有没有放假呀 还是和我一样在加班呢 啊 呵呵呵呵 I'm ok啊 我就发现了 有日子没有怼人了 啊 老美 这节课你给我站起来听 全球大放水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但是论印钞票的速度哪家强 还是老美 一个月里面 往市场撒了两万多亿美元钞票啊 而且他们家还有两万亿 这还在路上没发呢 速度堪称市场第一 这叫什么呀 这叫损人力己 老美呢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美元不是他一家在用 国际通用 大到进口飞机 小到海淘限量版的球鞋 国际结算一般都是用美元来结算 所以啊 为了方便呢 各个国家 他都得有常年的美元外汇储备 你想啊 美元一超发 如果说这美元都在他们家自己用的话 老美自己就通胀了 现在呢 全球都在用美元 那可不是大家一起被拖下水吗 坏 而且啊 全球只有老美一家的一美元 我们呢 只能干瞪眼 看着自己资产贬值啊 再加上人家发那么多国债 那就一个酸爽 举个例子啊 你们家的钱 本来呢 两块钱可以兑换一美元 这个时候 老美贼兮兮的过来了 借我一千美元呗 我给你打白条 白死了 你说能不借吗 老美四十米长的大刀花 在背后架着呢 行行行 我借 两千块钱自家货币 换成一千美元借给他了 然后呢 美元超发贬值 我一块钱 现在能换到一块钱美元了 这个时候呢 老美来还钱了 这一千美元 结果 只能兑换成一千块钱自家货币啊 你说是不是被亏了一千 你说现在被坑惨的队友 有谁啊 已经至少有19个新兴市场国家 什么印度啊 泰国啊 马来西亚 对美元的汇率都统统下跌 创造了历史记录 而且还有一个更惨 同步参团只打野的瑞士 老美第七大债全国 他们央行损失了近四百亿美元 所以啊 大家都知道 印钞的根本原因 是全球启动了摘家模式 消费需求大幅下滑 所以说不要干那些涮骨的事儿了 老美 好不好啊 心思就在正道上 做好防控 刺激消费 说到这儿呢 我就觉得 哈 我们目前这儿呢 情况在好转 摘了这么久 趁着五一假期 也应该整点行头 出门拉拉夫 对不对 尤其像我这种 才18岁的青春big boy 青春big boy 消费一下 潮品穿起来 限量版球鞋亮出来 美滋滋啊 比如说在德物上面 买那些限量款 配色权 而且是正品 买的AR式鞋 一双AJ 只要600多 而且还有五一福利的 888的券包 这个节奏 买各国潮牌的话 那就不是为国买买买了 而是为全球买买买了 那有假人又问了 我买的这个潮鞋 拉风是拉风了 可问你真打个球 还是被疯狂起脸输出 怎么办呢 那你就看着你的对手 跟他说 爸爸 我给你跪了 真的财新生有情 记得点赞一下